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ee 我們是Amy and Lee 今天要講Sexless 無性的伴侶關係 對 我開宗名義就是說 因為Sexless有一個性學會的定命 任何情侶的關係裡面 我們已經有一個月以上沒有做愛 一個月以上? 對 一個月以上就是了 當然啊 性應該要是一個禮拜一兩三天的那種的 等一下我就會跟大家講好 然後那個 好anyway 但是因為呢 呃 期間比較 像妳剛剛說就有人怎麼翻譯嘛 所以俗稱 比如說我說 我說我是Lessis Excellence 俗稱Lessis 就是說 自稱Lessis的話 你就是 有一方 比較想做 然後另一方完全不配合的 關係 對 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其實有很多 到底有多嚴重 對 就其實有很多 數據 不管你到底跟誰做就對了 不管妳有沒有忠誠於你的伴侶 對 忠誠於你的伴侶 或者是妳有沒有交往對象 或者是妳是不是去買的 都不管 只有看妳有沒有做 一年以上沒做 男生的話 二十代只有十七八 這個年輕嘛 然後三十幾歲呢 有二十六趴 欸 就多起來囉 四分之一囉 然後四十代的三十五 對 五十代的四十五 六十代的六十二趴 平均起來呢 其實男生的話 有四成的男生 一年以上沒有做愛了 走在路上 放眼望去 男生四成都沒做了 這樣子 四成都平積一年以上 是不是很誇張 然後女生的話 更高囉 女生是 二十代只有 二十幾歲只有十六趴 沒做 三十幾歲是三十一趴 就是年輕女生還是 疲難 有在做 然後到了四十幾歲 就一下子攀升到了四十六趴了 然後五十幾歲也是六十五趴 六十幾歲也是六十九趴 所以平均女生四十九趴的人 一年以上沒做 就一半 就他們 基本上一半的人都一直在關機就對了 伴侶的話就是因為 調查比較有各家不同的數字 我查到一個比較最近 是2016年顯示說 三十幾歲的夫妻 有四十趴是無性婚姻 所以他有可能是 老公在外面做啦 在外面玩 然後四十幾歲的話 就已經是五十九趴了 六成 六十趴 超過半小 然後五十幾歲就是七十一趴 所以 不管怎麼一趴 都是三十幾歲就四成啦 就是幾乎都沒再跟老公老婆做啦 嗯嗯 對 結論就是幾乎都沒在做就對了 然後再來看呢 世界各國到底一年做多少呢 第一名是希臘 他一年做了一百三十八次 他好忙喔 就兩三天會來一發 可是其實平均是一百次喔 各國平均一百次 所以其實就是三四天就來一發 對 所以你剛剛說一個月以上就嗎 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 以世界平均來講的話 一個禮拜大家都少數會來一發 排名最低的是我們的日本 而且他排名第二低的亞軍 新加坡的七十三 硬是低了一節 一年只做了四十五次平均 四十五次超少的耶 可是這個是四十五次是一週不到一次 雖然還是一個禮拜多一點就會有一次喔 嗯嗯嗯 他們還順便做了日本夫婦對性的滿足度 然後低到15% 超低 對於為什麼要做愛享樂 其實蠻少人回答 連男生都很少 然後女生最多的回答是 因為對方想要 就配合這樣 嗯嗯 就聽起來很sad啊 應該很開心嘛 嗯對不對 好那為什麼到底 這麼的多呢 其實可以總結出很多原因 老婆呢 很多是生了小孩就認為 因為她本來就沒有很喜歡嘛 所以她進了醫護 就覺得沒有很享受 就不想做 而且養小孩又 對然後一般又要養小孩 基本上都還是會受到一點影響嘛 直接婦女又還要做家事 就工作很累這樣子 所以一般而言老婆 比較可以想像我覺得 對 她現在應該比較可以想像 老婆不做的情節吧 嗯嗯 但我覺得 男生不做 嗯 也很多 老公這邊則是 就是 有蠻多原因 比如說第一個 把她老婆當做家人 嗯嗯 老公就應該是家人嘛 但她覺得家人 就不該是她要做的對象 對她可能就會覺得 這個很日本 對 你知道嗎 像國外有沒有看國外女家 就是為了要跟這個人做愛 才跟你結婚的啊 對啊 我就是想要永遠的那個 像你啊 她她會有多個角色吧 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孩子呢嗎 但是她也還是活 對對對 然後我的老婆也是一個可以上場的對象 但不是日本男生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那種很賤的女人 還是什麼 我不懂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 這個也蠻多 就是老婆想要 所以她就覺得很眼淡 這個超奇怪的 那你幹嘛跟人家結婚啊 而且老婆 老婆有性去求不對嗎 對不對 超乖 但就有點 對方想要她就覺得 男生會覺得應該要是我想要 然後女生如果有想要就好像很 放蕩 對對對 或者是她覺得 對她要那種 比較有矜持那種 我不要好煩 不要喔 女生能不能有性慾這樣子 生小孩的壓力啊 這個 我覺得比較可以體諒 就是 台灣也有啊 當就兩個人在努力做小孩 然後說一定要哪一天 然後什麼時候 就是在日曆上 抓緊的時間 大家都會覺得 很不想要 就是做功課 然後還有一個很爛的 就是老婆 身材變型變老 這超爛的 可是你知道那YouTube 都會有那種廣告啊 會說 因為我變胖 然後我老公不要我 然後她就會連接到一些 減肥網站 對 對 這廣告真的是算很想殺人耶 對啊 憑什麼 因為人家 那你自己呢 對啊 你自己是帥到怎麼樣嗎 真的 然後光說疲勞壓力 大致就還好 還有 陽味不敢說 可是我覺得 好像很多人都這樣吧 對啊 然後不敢喊病這樣 然後也不太想吃藥啦 然後還有曾經被拒絕的陰影 害怕再被拒絕 對 沒錯 然後有小孩也很難抓時機 然後覺得做愛本身很麻煩 自己解決比較快 這寫得還蠻多人 對很多人都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難解 你有一旦進度的狀態 就出不來 對 包括我們本人啦 我也沒有在場啦 就是我自己本身已經死 欸我到底幾年沒做 2017年 2018年的春天主要最後一次做嗎 你記得好清楚喔 因為我十分記得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好嗎 好啊 就一直都很好 但是他就 這也不跟我做了 所以就是192021 欸 192021 4年啦 對啊 好久喔 超反而就是那個 一年以上沒有的人 而且我跟你講 一年以上沒有的人 就真的有很多人 真的是三四年沒有的人 我覺得 因為我又被困在關係裡面 我如果不是跟一個護地人交往 你就過喔 就是跟妳找人做就好啦 對啊 或者是我乾脆不要 我跟你講 在這個日本社會裡 要做愛就不要跟別人交往 喔就是 就會做到爽 沒錯 會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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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對 超爽啊 好 我們會在會員區分享很多 真實寫靈的案件 記得大家可以訂閱一下會員區 其實不得不提的是 特別是如果妳有結婚 但妳沒有性生活的話 有時候這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有可能可以成為離婚的理由 對 就假如說妳今天是那個想做的人 然後別人 對方不可以做 妳其實可以以這個理由 去跟他促起離婚 日本民法會判離婚的只有五件事 第一個就是 配偶不爭嘛 嗯 第二個是配偶惡意一氣 然後第三個是配偶生死不明 第四個是配偶有研究之前疾病 並且沒有回復的傾向 然後第五個則是 其他無法持續婚姻的重大理由 然後這個會被算進去 嗯嗯 當然啊如果就是有病的話 不會這樣 但如果明明就沒病 只是不要做的話 很有可能會成為被離婚的理由 然後我還曾經查到說 就是有賠償的 精神賠償 喔真的喔 對因為她那個案例是 她跟外遇對象做到爽 喔所以她有證據 但她不跟她老婆做 沒有很過分嘛 至少兩面都做一下嘛對不對 所以幹嘛跟她結婚啊對不對 所以她不但被判離婚 還被判了五十萬的罰罰 蠻高的 因為日本的那個 離婚訴訟的判賠金額 通常都不高 五十已經算是非常高的一個金額 對 所以大家小心 如果真的 遇到同樣的問題好不好 對就是 你也可以跟人家說 那不然我要告你了 好我們來講真實的案例啦 她好像就移情並列了 然後移情別戀還要跟她離婚 然後還跟她說是因為你怎樣呢 就剛才她才終於知道說 喔原來我早上距離你跟 我大辣辣 造成你對我不想要有任何的信息了 然後去找別人外遇 然後說這是她的女 對 然後反正就真的很 聽起來也很火對不對 然後我朋友本來想要距離你 對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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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